赵公大士去朝五台 看到波显出那个境界就朝五台山 也是拜啊 拜到山上去 真正见到文殊菩萨的宫殿 那个都是七宝 那个宫殿 见到文殊菩萨 他说请问 末法时期 这个修哪一个法门 才能够得度 超越生死 文殊菩萨就告诉他 这个 莫如念佛 就是念佛 念佛法门 得度生死 给他讲 修念佛法门 后来这个赵公禅师原来是参禅 听到这样文殊菩萨给他讲 末法时期 只有念佛 能得度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自己也是念佛的 文殊菩萨自己也是念佛的 欠人家念佛 所以回来就修净土了 禅净双修 修净土 后来成为静中的祖师 这个我们大佛期都有离祖 竹林 造工禅食 那么这个文殊菩萨感应的事迹非常多 过去黄念佬讲 文殊菩萨都会变化一般的人 那好像呢 听说这个 接五百送八百 都会去 文殊菩萨呢 人家要去朝五台 他会去接 离开五台山 他要去送 但是我们一般凡夫 看不出来 他变得跟一般人一样 我们也不认识 他认识我们 我们不认识他 所以 今天文殊菩萨圣诞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般若智慧 修根本智 欠人念佛 那这个就是 般若为岛 净土为鬼 文殊菩萨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表现 他代表大智 大智就是 大智慧 波罗智慧 但是怎么样呢 他念佛 求生净土 我们念弥陀经 念这个无量寿经 这个上手的名称 都有文殊菩萨 人家 这有文殊菩萨